阿拉伯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 3月15日到达北京 贵宾们受到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和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 以及首都2000多人的热烈欢迎 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 艾哈迈德·舒凯里率领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下月17日到达北京 贵宾们受到国务院副总理陈毅 以及首都各界1000多人的热烈欢迎 3月19日首都各大学学生举行盛大集会 纪念3月19日 越南反美日15周年 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 参加大会的有29个国家在北京的留学生和实习生 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主席 和北京越南留学生联合会共同召开 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请略越南 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大会 越南留学生代表 乌听松讲话 越南南方留学生代表 乌文明讲话 朝鲜留学生代表 李泰军讲话 日本留学生代表 西元四一黄讲话 泰国留学生代表 旺匹他耶洛讲话 阿尔基利亚留学生代表 梅达韦讲话 坎麦隆留学生代表 菲利普讲话 美国留学生温纳瑞斯讲话 他们都一致表示 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 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 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 坚决要求美国侵略者 立即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屈山尾坝造新田 是介绍山西省渝县 王村公社的社员们 以大寨为榜样 决心改造山区的革命精神 王村公社的贫下中农社员 披山取石 改造河滩 筑起大坝 修建文产高产农田 大岛农田基本建设 社员们 以于公移山的毅力 依靠集体的力量 把这块大石头运到工地上 中文社员们 这里山高石头多 地少土又薄 社员们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 修起一条条大石棒 把许多烂摊地变成了亭斩斩的新农田 这些大寨式的文产高产田 在1965年的农业生产高潮中 为提高农业产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凿开石山契梯田 是介绍湖北省恩施县三园公社 广大社员学习大寨人 改造穷山恶水 坚持石山改梯田的革命干劲 三园公社是个出门建山 抬腿就爬坡的石山区 社员们迎着寒风 在雪地里向岩石开战 争取多气梯田 这里坡斗石头硬 社员们要开几十块石坡地 才能砌成一亩梯田 社员们志气高 干尽足 寸土必争 决心把每一块可以改造的山坡地 都砌成梯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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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